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亦連近晚不少家家戶 特別注重家裏的財產安全 而我們的防盜網更是重中之重 但仍然有傳聞說 小偷將這個突破鏈放在防盜網上 而且防盜網還會成為 兒童意外的一個定時炸彈 嘩 到底是真的不是這麼恐怖 當我們在網上搜索防盜網 關於小偷展開防盜網 任屋道士的新聞還真是不少 前天晚上 全國道德模範生命熱線 創辦人趙廣軍的家中 遭到了毛賊的盜竊 發生入室盜竊案的這個小區 是建設在80年代 我們看到這裡的建築都是比較老實的 那麼居民的防範意識也是有的 到處都裝了這個防盜網 在趙廣軍家中的陽台上 防盜網上有兩根不銹鋼鋼鋼管被撞斷 小偷可能就是從這裡入室情竊的 小偷入屋道士 只可以說是錢財生外賣 但去到一些人生意外的事上面 防盜網似乎真是黃河水都洗不清冷 從這裡可以看到小男孩頭部 被插在防盜網的兩根鐵條中間 身子大部分在防盜網外 大概是為了自救 她手腳並用 反爆住了防盜網的鐵條 女孩是昨天中午 從她22樓的家中窗台掉下來的 當時女孩墜落在了小區的草坪中 警方初步判斷 事發前 小女孩因為好奇 將防盜網線剪斷之後掰開 而在試圖探出身體時 又不小心被防盜網搶住 導致進退兩難 之後在胡亂掙扎中意外聚落 在剛剛的新聞事件中 我們都可以看到 刀絲衣我等問題 都是矛頭直指向防盜網的 特別在新聞事件中提到的 隱形防盜網更加近幾年的新鮮事物 展開防盜的功能來說 究竟這個隱形的防盜網 又是否安全呢 今期節目為你一查到底 一說到防盜網 各位電視機前面的觀眾 第一時間就會想到 老城區當中 那種壽色斑斑的 方形鐵犬 又或者是小區樓盤當中 銀光閃閃的不鏽鋼防盜網 至於近幾年才推出市場的隱形防盜網 似乎就聞所未聞 究竟這個隱形防盜網是怎樣的 為之我們的調查員來到一個小區 嘗試尋找隱形防盜網的身影 現在又來到一個小區裏面 這個環境真是非常舒適 但看了那麼久 都不見哪戶人家裝著防盜網 難道家家戶都是安裝的隱形防盜網 這麼神奇看不到的 不行 先問問人 聊過調查員的一輪詢問 我們最終找到一戶安裝了隱形防盜網的街坊 原來這些一絲絲的就是我們所謂的隱形防盜網 我想問問為何那麼多的防盜產品 會選擇隱形防盜網呢 首先第一個我覺得他好看 因為他不像不鏽鋼 雷俠金那些看起來 好像在一個籠裡一樣 很不舒服 令人覺得 這些軟處體系 我覺得很有美觀 很有美感 第二個就是 他是軟的 所以對小朋友來說 他就不會卡住手腳 對小朋友是比較安全一點 我覺得 真人 先試一下 尷尬一點 不要緊 你試一下 好的 真的 我的手 身出身 你看我二十多歲人 手 身出身 完全沒問題 小朋友更加不在話下 而且他這個 成縮能力 好像也挺強的 用力抬他都沒問題 看來這個隱形防盜網 真是又安全又美觀 雖然調查員指 民剛剛嘗試拉開 曉能家的隱形防盜網 初步判斷 曉能家的隱形防盜網 確實是挺穩層的 但剛才新聞事件當中也提到 小朋友用剪刀剪開防盜網 甚至可以拉開鋼絲 同樣是隱形防盜網 鋼絲卻差別很大 如果鋼絲真的可以輕易被剪開的話 後果真是不堪切上鋼 剛剛在傳聞中可以見到 小朋友說可以逃手剪開隱形防盜網 真是受人 所以特地在五金店裡 賣了三款不同的隱形防盜網 不知道可否逃手剪開它們 我們看看這個防盜網 這個是我們的一套防盜網 可以見到是用索盤包著鋼絲 看來好像比較幼細一點 然後看看第二份這個防盜網 這個防盜網看上去鋼絲也挺好 應該也挺暗的 其實這間市口可以撕開它們 然後第三份呢 就是看上去的粗幼和剛剛第二份差不多 但是它的間隙會大很多 應該也差不多 好了 全民真意假 特業內說話 紫文 今次還要考驗你的秘力時刻 嘩 紫潔紫文用了九牛二虎之力 嘗試把防盜網抹開 表情就很到位了 不知道成效又如何 好了 實驗再完 請先看看這個實驗的結果 這個一號的隱形防盜網 可以見到它的原先 這個槓子已經是破壞了 哇 拉開這裡可以見到 它是整個手臂都穿得過去的 小朋友整個身體穿過都不太麻煩 看看二號這個防盜網 二號的隱形防盜網 它的變化是不大 雖然說鬆了一點 但是它這個 穿過只是小小的部分 好 現在看看第三份的隱形防盜網 這個第三份的防盜網 可以見到它雖然鬆了一點 但是它這個原先的間規是比較大的 小朋友是很容易卡住手手腳腳的 大家可以見到 一號防盜網被我們的調查員徒手蠻看 居然打開了一個將近20厘米的間規 這個間規完全可以令到一個小朋友側身穿過 而二號防盜網就非常實整 嘩 看來不同的防盜網 安全系數真的相差很遠 究竟是甚麼原因 造成這些防盜網的質量相差這麼大呢 我們決定首先從隱形防盜網的鋼絲開始調查 首先在隨機幾間不同的五金店 隨機買了三本不同的隱形防盜鋼絲膜 現在來看看它的材質 是不是好像沒有剪刀剪得開它們呢 這一款就看上去又有底 好像真的剪得開 而這一款看上去比較粗 應該比較好靠一點 那這一款呢 跟剛剛那款好像有差不多款 應該都不錯吧 現在就像新聞剪一樣用膠紙剪刀剪刀 現在要剪一下這條小一點的鋼絲線 看看行不行 似乎也有多一點難度 這條... 撥一下多一點 來一下這一條 這條粗很多 但是不知效果是怎樣 試一下才知道 好 現在來看看第三條的鋼絲線 看看什麼變化的平衡 先 這個的材質 總是手上一頭 但是依然是變高不大 我想這條粗很多時間 才能夠用膠接和這條鋼絲來講 嘩...真的好大難度 經過測試 我們發現三款隱形防盜膜的鋼絲 都是沒有辦法用剪刀剪開的 於是我們的調查員就決定 將破壞能力升級 嘗試用腦膚鉗 將三款隱形防盜膜的鋼絲剪開 剛剛剪刀剪開 我們將破壞能力升級 看看用老虎鉗自然剪裂 老虎鉗這個 相對說破壞力大很多 我們來試一下 嘩... 可以看到這個效果非常顯然 馬上飛出去了 然後看看這個效果如何 咦... 明天都可以感受到 它這個鋼絲是有些形狀的變化的 不然壓扁 然後... 有些磨捉 好... 第二條就自然了 我們看看第三條效果如何 嘩... 看起來 這麼粗 這麼硬 應該都... 好大難度的了 好了... 見果方的苦豆之後 可以看到一個成果了 在我手上的是1號 可以看到已經分離成兩節 真的切斷了 而第二份呢 第二份呢 第二份經過關於時間的鏡頭之後 可以看到 這裡有一個明顯的分差點 相信再經過一個時間的話 可以切斷了 嘩... 看看第三份 第三份呢 經過這麼長時間的時間之後 可以說是非常堅韌 這個那麼長 基本上是 民之不防 但真的非常厲害 見到這個實驗激光 我們就覺得很奇怪了 同樣都是隱形防盜網的鋼鮮 為甚麼有些可以輕易被展開 有些就非常實正的了 為之我們特地來到一家專門做防盜網的天鋪 找到了業內人士張飛師傅 張師傅您好 我想問一下呢 就是之前我做個小實驗 就發現有些鋼材是剪的斷 有些鋼材是剪不斷 這是為甚麼呢 是這樣子的 202和304的鋼材 一般做隱形防盜網這個東西 它都會相對來說 為了美觀都會比較細一點 都是如果強力的剪的話 都可以剪得斷 因為這也是考慮到發生火災 讓人們可以迅速逃離的一個做人 那二產還有甚麼區別呢 區別就是材質的純度不一樣 202和304 304的肯定就是材質純度要比較好一點 還有就是剛才的區分 就是202、201還有304、602那些 數字越往上越大的純度就越好 原來說那數字越高就純度最好的 那麼想問一下就是 咱們知道怎麼去區別 但是怎麼區分是不知道的呀 因為剛才不會說話 這個就有藥水可以試 藥水啊 好的 謝謝張師傅 你先回去試驗一下 謝謝你 這一個就是不銹鋼材質的鑑變藥水 這個藥水是普通給物網站上面 都可以輕易買到的 張師傅就跟我們說 當遇到304鋼的時候 藥水是不會變色的 但遇到201鋼的時候 藥水就會從綠色變成紅色 而我們還可以根據藥水包裝上面的比色卡 快速地判斷鑑長的種類 在我收藏這支就是淹落 柔鑑鞋封給我們的藥水 我們來測試一下 這幾條的鋼絲鋼材 到底是什麼材質 好 現在就是時候用這個奔氣的藥水 去驗證一下這幾個是什麼材質 好 實驗證完 是時候看看結果是怎樣 剛剛的1號師傅的外層是一個塑料網包住的 然後它的底部分層部分 我們用了一些塑料尖口 所以看到是明顯變了一個紅色的 接著我們可以看到2號和3號師傅的底部 怎樣震蕩本下門的環境變化 根據我們叫水上面的顯示 這個似失犬的 即是我們剛剛的變色是我們202鋼 接著我們剛剛那個沒有任何變色是我們304鋼 所以現在可以推分齊了 通過實驗我們就可以知道 如果我們用一種隱形防盜網的時候 最好還是選擇304鋼作為鋼絲材料 也不是這樣說 只要用同樣的規格 304和202的都不會那麼容易被剪斷 那我們更適用於哪些地方 304鋼的那個防盜網 304的隱形防盜網更適用於做大廈 這些比較高層的大廈 那優點在哪裏呢 優點就是一是美觀 二就是潮身比較方便 跟低層的住戶來比 因為如果做低層做隱形防盜網 首先它的防盜性能 肯定沒有老師的那麼好 如果把高層做成那種老師的話 它的安全性又沒有那麼好 剛才張師傅都提到隱形防盜網的設計 是主要針對高層建築 那除了是港式材料的選擇 我們安裝防盜網的時候 還有什麼需要注意的地方呢 注意的就是隱形防盜網的間距 最好不要超過5厘米 然後每分鋼絲的拉力 最好在110千克左右 這樣才能保證那個隱形防盜網的兼顧 不會從高空掉霧啊 不防止小孩子扒了鋼絲 會發生意外這樣子 然後建議最好還是裝完之後 裝一個隱形緊包器 隱形防盜網的緊包器 防止這個防止鋼絲被剪了之後 它會發生警罢 也算是一個安全措施 然後就是鋼絲不是越出越好 越好就是適中 因為鋼絲越出就螺絲不容易鎖緊 反而幾個月之後 防盜網會變鬆 經過一連串的調查 我們就知道 原來這個隱形防盜網 對於不易攀橫的高層鋼絲而言 的確是更加實用美觀的 而且安全性亦更加高 那對於比較低層的鋼絲 我們又應該怎樣選擇安全的防盜網呢 要找出最實正的防盜網 第一件事當然要問問我們的街坊 現在都會用什麼防盜網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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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擺著三種不同的材質 可以見到這一款是鐵 這一款是矮盒金 這一款是森林肥不透光 一會兒中了一個測試 測試一下他們的硬度 到底怎樣 至於怎樣測試這個硬度呢 就是 用這把腳 一會兒一腳到底 為了測試三種不同材質的硬度 調查完指紋 分別用腳去割三種材料五分鐘 看五分鐘之後 不同材質被破壞的程度去到哪 嘩 指紋 你的內功真是太深厚了吧 居然連鋸片都可以弄斷買 實在太誇張了 好了好了 我們還是換好鋸片之後 繼續開工吧 嘩 叫到喘了 等我透露一下 嘩 好了 現在來講一下實驗結果 剛剛這三個物品 我都是鋸了五分鐘的時長 可以見到這個鐵 即是老式的那種 可以見到它是相當之牢固的 鋸了五分鐘才能鋸到一半 甚至連鋸條也要更換 好 接著來看看 這個是三零四不銷鋸 同樣鋸了五分鐘 但是它這個堅硬度 硬度是非常驚人的 先有一個小小的缺口 接著 可以見到 剛剛的這一份鋸合金 是有一個 完全的斷裂的情況存在的 可以見到這個缺口 新鮮滾熱 鋸了五分鐘 同樣可以見得出 我們這個 三零四不銷鋸的硬度 是最好的 接著 其次呢 就是我們這些老式的鐵 再其次 就是我們這份鋸合金 可以完全取得斷 唉 怕且 今天 做的也都 那麼辛苦了吧 導演下班了嗎 子文做了一個 打機的測試 你放過我了 在這裏 我們對於三種防盜網 才質的硬度 進行了比拼 究竟防盜網當中 哪種防盜網的才質 才是最驚得起考驗的呢 傳言片廣 查了先講 歡迎收看第二節的 生活調查團 在這裏特別提醒大家 數個我們官方微信號的 二維碼 關注微信公眾號 今期節目最後 是有抽獎 活動千萬不要執著 好了 言歸正傳 剛剛就是我們 才質的大比拼 接下來還有很多考驗 看看哪一款更優勝 實驗做完 是時候看看 神秘結果到底如何 首先看看鐵 剛剛口口打了很久的時間 可以看到側表面有少許凹 可以說抗打的能力是非常強的 現在來看看這個 304不秀的抗打的能力 可以看到 這裏已經完全變形 變了一個彎位 好 現在來看看 第三份的 鋁合金的抗打的能力 可以看到 這裏是扁平塌了一部份 由於這個框的存在 它這個變化不是特別大 但是這裏 是沒有一個力的承受之下 它是完全掉下去的 好了 中上所述 我們的神秘結果是 鐵的抗打的能力是最好的 其次一支 就是我們的鋁合金 再其次就是我們的 304不秀鋼 全現真與假實驗內說 現在在桌面的是 一個人 鐵的304不秀鋼 還有一個就是我們的 鋁合金 然後大家就要先進行我們的 湯湖食食 我們將會將這三個東西分別放置 在三個消毒裡面 已經放好我們的鹽酸浸泡 然後大家將會測試 將我們這三個東西 一半導致在我們的風氣裡面 一半放在我們的鹽酸裡面浸泡 看看三天之後是甚麼情況 經過三天的鹽酸浸泡 我們發現 鋁合金幾乎沒有太大變化 不秀鋼也沒有出現表層脫落的現場 只是有輕微的變色 而鐵的防盜網被腐蝕得最嚴重 連本來透明的鹽酸溶液都變得非常混濁 體積更變細了 綜合硬度 抗打擊能力 以及內腐蝕能力三項因素 我們便發現 比較理想的防盜網材質就是不秀鋼 看到這裏 少數大家對於選擇哪一種防盜網的材質 已經心中有數了 除了材質上有所講究 我們安裝防盜網 還有甚麼需要注意 一般像高層的肯定就是選擇引擎防盜網 像低層的最好還是選擇老式的 安全又兼顧 張師傅還跟我們說 在安裝合適自己的防盜網之後 並不是一直永逢 因為防盜網也是有保值期間 那對於防盜網壽命的問題 我們的街坊又不知道嗎 根據安裝的採訪 我們發現大部分街坊 裝好防盜網之後 都是一直永逢的 有些街坊的家 甚至是二十多年 都沒有更換過防盜網 但是防盜網的壽命 是不是真的可以有這麼長呢 像老式的防盜網 十年之內就改換掉了 像引擎防盜網 它的使用壽命 會比老式的防盜網更短一些 一般就是五到八年 調查到這裏 生活調查團提提令 隱形防盜網更適合於 不易攀爬的高層住戶 低層住戶最好選擇 鐵或不鏽鋼 這種防盜性能比較好的材質 隱形防盜網的使用壽命 是五到八年 天和不鏽鋼 和鋁合金的防盜網 使用壽命在十年左右 時間差不多便要及時更換 直播來就是大家最期待的 抽獎幻子 最快六位答對的朋友 我們便會送出 廣州市月秀區兒童公園的 套牌一份 數碼得齊 獎品就來 馬上追入我們的 答題幻子 今晚的問題是 哪種材質的防盜網 抗打擊能力最強呢 A.T.B.不守鋼 C.鋁合金 知道答案的觀眾朋友 請掃描屏幕上的二維碼 關注我們的微信公眾號 以答案加姓名 加地址 加電話的方式 發送到公眾號 最快答案問題的六名觀眾 就可以獲得廣州月秀區兒童公園 提供的套票 獲了名單 就會在下星期一的 微信公眾號頭條公佈 好了 節目來到這裏 差不多要說拜拜 想知道更多的訊息 記得關注官方微信號 了解更多的詳勝 我們下期節目再見 拜拜